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款产品或者说有一系列产品 上面有包装外包装那个杯子上 印了很多对日本很不友好 就是在日本销售的像PayPal奶茶的外包装上 印了很多对日本很不友好的一些字 然后在国内就被网友给所谓的爆出来了 那你想这个事就是大家都很心 哇啥情况啊 是吧 这公司公司很勇啊 是吧 你在日本卖东西 然后在包装上还对人家日本很不友好 然后呢 公司怎么操作呢 这个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相关员工 擅作主张 意思就是说跟公司没关系 但是呢 这个公司回国的时候 公司是高调迎接 然后还表扬 啊 如何如何如何 反正就是各种骚操作啊 这个事出了之后啊 网上我看很多人吧 就大概几种声音啊 一种就是说啥呢 像是个好样子 干的好 这才是爱国企业啊 然后还有人说呢 你可千万别处罚这个这个擅作主张的员工啊 这才是好人啊 当然了 也有一些人说了啊 你这事有问题啊 是吧 你在人家那卖东西 你整个事是吧 你是这个 你回来 你把员工叫回来之后 有高调的这种表扬 你这有没有把人家日本人的消费者当回事呢 什么的 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 是吧 反正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啊 有心理的朋友 你可以往上了解一下 那关于这个事呢 我的观点呢 就很简单啊 我认为这件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刻意炒作 这不是一件什么正常的舆情 这是香飘飘这家公司一场 精心策划的炒作 我特别不希望啊 如果你是看我的这个视频的观众 你去被这种廉价的所谓的爱国感动 首先他这事跟爱国没有关系 其次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炒作 他的目的是在国内赚钱 赚钱不丢人 但是通过这种拙劣的手段 硬炒作这种话题 来为自己谋取商业利益 这是不合适的 这个事为什么我认为它是炒作 首先第一个 有人去现场调查了 有人去现场调查了 就是网上有人这个爆料的那个什么所谓场所 人家并没有卖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你会出现所谓的啊 出现你这款产品在那摆着售卖呢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就是这种处理方式 它严重的违背我们的常识 就算说啊 假如说 这个香飘飘的公司的某一个员工啊 比如说日本行销经理啊 啊 就是擅作主张 搞了这么一件事 那么假如说这个事被爆出来了 哪怕你香飘飘公司的老板 也是一个铁血爱国之士 就觉得这小伙子干的真好 虽然我平常没想这么干 但是你既然干了 好 你心里给他挑大拨哥 没有问题 但是你至少表面上 你也是要处理一下的吧 既然是吧 所谓的爆料 你在日本有销售 那是一个市场 你不能拿消费者不当人吧 哪怕你做做样子 你也得处理一下吧 哪有像他这么高调的 所以这是违背常理的 事有反常必有妖 大家就记得这个判断一件事情 什么事你感觉怎么判断 他是假的 事有反常必有妖 就是一件事特别的不符合常理 你说他绝对他一定是假的吧 那不敢说 但是大概率是假的 另外就是他后来在国内的各种 这个舆论就跟上了 哎呀 香飘飘爱国企业 然后直播间里面也是各种风抢 这都是节奏 在带节奏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炒作时间 那么这件事我认为 企业我们就是国内的网民 应该对香飘飘这个企业直接抛弃 因为这种企业十分卑劣 他用这种低劣的手段 在蒙蔽 或者说在欺骗国人的感情 非常下作 你要是真干这事了 我也说你勇 你要真干这事了 我也说你勇 是吧 中国企业不卑不看 往日本卖的产品 堂上皇之子就印上各种反日本口号 没问题 你要真有这能力 这个雄心也行 事实上并没有 他就是把所谓的爱国网友 当傻子在玩 就非常符合那些反贼们 公知们对爱国网友的想象 爱国网友都是一帮低至上 一帮脑残 特别好忽悠 本质上香飘飘公司 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我随便设计一个事 我只要让你们嗨了 你们就买我的东西了 本质上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家公司很low 很卑劣 再说一个 中日之间有没有矛盾 有 中日两个国家民族 有没有仇恨 有 中国老百姓讨厌日本 对不对 对 应该不应该 应该 可问题 你是一家商业公司 你到人家那去卖东西 你应不应该表达这种情绪 你能想象一个越南的公司到中国卖东西 外包装上公然印着各种反华的这种标语 你能接受吗 还有没有天理了 你卖着我们东西挣着我们钱 还他妈骂着我们 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 哪个世界能接受这样的规矩 这不是商业公司该干的事 所以说这个事就算他真干了 我们说他够勇 但是这个事也是错的 更何况还没干 这件事吧 其实就属于这种 我们国内的一些下散烂企业 不止他这一家 其实国内经常会出现这种下散烂企业 就是想利用爱国主义情绪 但是呢 自己又真的没有什么情怀 就只能是想尽各种 这个办法硬蹭 这就像吴京拍了个战狼 老百姓看了之后热血沸腾 然后呢 各方资本看到这份能挣钱 都想拍这种片子 那为什么其他片子的票房就不太行呢 你比如说张进 他们也拍了一个什么这个 什么营救啊 还是什么东西 一个类似的电影 包括这个后来不是 最近是不是还上了一个什么 维和防暴队 就是不是 包括另外这个前两年不是 还上了一系列类似的这种片子 那票房也不能说不好 但是跟战狼2比起来差很多 为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情怀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大家能感受得到 吴京的战狼2为什么活 因为那种那种情怀 非常的炙烈 老百姓观众能感受得到 感同身受 真振 而我们很多片子 他纯粹只是为了忽悠你的票房 制片方也好 导演也好 根本就没有情怀 他只是在利用你的情怀 你能感受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片子很多都是香港导演拍的 他们就没这种情怀 跟香飘飘这个事就很类似 就是想靠这个爱国主义 会有一帮人挣钱 但是呢 他们老板又确实没这种格局 没这种情怀 那就只能通过骗 因此让就搞了这么一件事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这是我的理解和判断 当然你问我那你有什么铁证吗 没有 没有 咱也不是搞司法调查的 咱也不是搞这个商业调查的 我没有什么铁证 我只是说我的个人判断 我的判断 这件事就是一场非常卑劣的 下灿烂的 拙劣的设计 精心策划的 营销活动 国内的网友 特别是爱国网友 不要上当 而且对这家公司要拉入黑名单 不要被网上的一些 看似很正能量的言论 哎呀 香飘飘是爱国企业 我们支持他 冲啊 不要被这种带节奏 好吧 今天更多的就不说了 就说这点 就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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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